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艺术自由行》 今天第一集 星期一都预告了 就约了欣茸培Olivia 聊聊天 她有很多资料 有些了 为什么选择今天呢 因为6月6号就是这个 《风魔传城》的纳製终于都走了 老实说我都觉得很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断地在 看她的复活和死亡 又要扁平一下 是的 还有很多人很紧张 我也很紧张 很多人都很紧张 搞得我很辛苦 是不是经常在看 不是的 我意思是用不用那么辛苦 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因为作为一件艺术品 可以令到全香港人那么疯狂 其实挺有趣的 还有除了这件事之外 《同步》就在西九做那个 即是吹脏的展纜 是的 亦都是来近 星期日 亦都会完的了 过几天会完的了 是的 我觉得其实香港人 又不是不识货的 嗯 比如你看到Andy Warhol 那个展纜 没有鸭仔那么疯的 但是又是逼爆了 是 之前都试过的 譬如清明上河图 是吧 就是无论是动感那个 是是是 是 又说派了飞了 爆了 就是偶然他们就会一窝蜂地 拥过去 最令我很担心的 很累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创意总监 走去看巴索尔艺术节 是 暈了 因为太多人 因为太逼迫人 然后他晚上 发个WhatsApp来 全公司的人都在担心他 我进了ER 因为看艺术看得暈 看艺术看得暈 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直接深入了 香港技术的气氛 又不觉 又不觉 那为什么会这样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发现 都是要开个环节 要自由行地谈论 因为我们最怕的是 真是很多现代中国的艺术品 是被中国人炒起来 炒到烟 令到这么迫爆 不是我们想走向那个方向 那答案是什么呢 不如先说鸭仔 你真的很喜欢鸭仔 我很喜欢 因为特别是最近香港的气氛 譬如你每次打电视 或者三晚上有很多不同的议题 很吵 很多人说很多东西 但是突然间 我觉得 好像那个感觉上 好像很阴厘满 整个香港的气氛 突然间见到鸭仔开始 你见到有一种微笑 我说很开心 好像见到一样东西 你和现在我们这个世俗 在讨论的话题 是不同的 接着我又见到鸭仔 大家全城的风光 又追鸭 青衣 刚刚开了 就怎样吹上去 大家万众期待 其实我也是万众期待 我想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开心 见到就是 我见到一些另外的东西 好像一种 我说 另一个世界的 一个心灵多一些 一个物件 突然间在展现我面前 如果和我 现在所有每天听新闻 每天很烦恼的事情 自己的烦恼 家里等等的东西 我觉得和我们很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刚才你说是否 香港人这么适合呢 我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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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反过去 那个艺术品本身厉害呢 是 所以那些东西是 吸引到那么多人 吸引到他们去看 我们之前 鸭仔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都有讨论过这一件事 就是 现在我再看回头 今天是最后一天 可能鸭仔本身 令我们想回香港的港 是 是 因为我们很少 会有这样的时间 走到海港看海港 是 就算做幻彩 我整天都幻彩 幻彩幻彩幻彩 幻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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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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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我來說是一個好估計的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Olivia 為什麼你會覺得一個商場贊助的鴨仔 是一個藝術品 不是一個商業行為 而由一個政府資助的機構做的幻彩榮香江 是一個商業行為呢 我們怎樣分鴨仔是藝術品 環榮香江是商業行為呢 我們應該用什麼角度去討論這件事呢 答案是什麼呢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一個藝術品是一個商業行為 最簡單的就是 我的藝術品是能夠令到人 心靈裡面會有滿足 或者你的思想是會增加的 或者刺激你的思維 這是一個藝術品能夠做到的事 而那個東西呢 未必是透過語言 透過文字 可能透過畫面 可能透過一個視像 一個音樂就聽過 是從一個感官的世界去刺激我們 有我們的思維 有心靈會湧動的 這個是一件事 反過來 你說一個商業行為 譬如我覺得幻彩榮香江 這件事呢 它是一個興奮來的 就是對我的思維 其實沒有很大的衝擊 或者對於你的心靈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你有滿足 或者有一種多一點的感受的話 其實它沒有什麼的 你就說好漂亮 完了 這樣就完了 所以這個就是深度的問題 所以如果一個藝術品 其實它很在於能夠令到一個人 在一個狀態看到一個藝術品的時候 它會有多些思考 多些感受 這個是最簡單的 藝術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是用你剛才的講法 我嘗試去濃縮版的話 就是鴨仔改變了個維多利亞港的觀感 而幻彩榮香江沒有做到這件事 沒有做到 換言之 如果我們想將幻彩榮香江轉化 我不用提聲 轉化成為一個藝術行為 其實是做到的 可以 即是如果你設計到那個燈光的設計 是令到你有內心的反省的 思維上的衝擊的 內心的掙扎的 或者是一種喜悅的 那你可能是能夠將幻彩榮香江轉化成為藝術品 所以是有答案的 這件事 有的 所以這個start up 就一定要設計這件事的人 他有這樣的vision 還有可能你要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維港對香港來說很重要 是 你會反思 這個原來是我的地方 是我的land 那件事 如果你做幻彩榮香江 你另外有一種鄉土農的情 首先我不覺得有好幻彩 其實都是綠色激光和射燈 還有你怎樣榮香江 其實我只見到這棟大廈是這個建的 那棟大廈是那棟建的 我們可能只是憤怒而已 其實幻彩榮香江可能 呂法國不妨考慮一下 它強化了 哇 香港真的很多地產商 很多樓 為何沒有 維港越來越窄 可能不是真的在榮香港 這個我們是用維港來看 鴨仔與幻彩榮香港 我們嘗試用多個例子 問一下欣詠培 大家都是這樣吹氣 是 那西九管理局 擺明就是藝術機構 這次 裏法局你不能說 裏法局是 我真的想搞好生意 我真是焗旅遊業 你不要說我不搞藝術 西九管理局擺明是要搞文化藝術 為何這次都被鴨仔比下去 我們看看西九的趨像展覽 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有某個朋友 住在幾棟 最高的那些 平天那些 君臨 那些 君臨 海船門 我經常說這些都很尷尬 我有個法國的朋友 他說 你們香港有人住海船門 挺好笑的 其實是很尷尬 很尷尬 表現了我們的虛榮 我只是說一張照片是怎麼來的 那張照片就是高角度拍下去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一件事 這張照片就沒有拍完所有的戰品 但是你留意到很明顯就是 那個美國藝術家的複雜物質 所有人都說是屎 簡稱屎 還有你再留意一下 那張照片 最旁邊 那張照片的螢光幕的左邊 那隻乳豬 即是廣州的照片 原來 你就這樣看一般人拍Facebook的照片 看報紙 你以為差不多大的 但你一拍完看 原來很大塊 枯材物質 原來很小隻 乳豬 是呀 還有再高一點 就是其中一個 大家都叫做 就是英國的石群 吹氣Stonehenge 我覺得這個比較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當然Stonehenge 還有倒轉的腳 昆蟲 但那個就沒有那麼爆 我不知道用爆來是否正確 但如果你說爆 他們一段時間加起來 都不夠鴨仔 他們明明是想弄回藝術的 是 為甚麼答不到那種效果 其實我有點奇怪 那答案是甚麼呢 我覺得奇怪 為甚麼大家同一時間要做催器 我就想 偶然 還是甚麼原因 突然間兩個這麼大問題 生命中就是 在命令中 就是有這些效果 下一個 大家有沒有溝通的 沒有 因為一個是商業行為 是的 海港城那邊一定是商業行為 是的 他用的商業行為 大一點就進來 是嗎 那一隻就撞了 是的 一擺完就立見高下走 所以就撞了 你說的 如果沒有鴨仔的時候 這件事可能有另一件事 真的 因為比較 但有比較 我們才有這個探索 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我覺得 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西九這件事 譬如西九國現在那塊 叫爛地 我們叫爛地 空地裏做機身 它就是一個空地 嗯 但你反過來鴨仔 它真是一個維廣 在海洋大廈 而那裏是人流聚集 我們有很多記憶的地方 我們駐足在那裏 我們有我們的歷史在那裏 那裏曾經有拍過 遊樂樂樂樂樂等等 其實我們是有歷史的地方 反過來我覺得 現在 在西九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一個 即是在爭論 來西九 會起什麼 它仍然在佛南地 它是沒有歷史 它是填海回來的 那我覺得首先對我來說 那件事 一件大型的藝術品 戰品 要催器的戰品 它擺什麼地方 其實我已經覺得 已經定了它的不同 譬如 如果你說那塊屎 你擺在中環 複雜物質 對不起 複雜物質 你擺在舊的立法會門口 喂 那件事又很不同 或者你擺在現在這個 即是你擺在門上開門口 門上開下邊 有一塊催器的複雜物質 你那件事 你那個藝術的力量就不同 那個複雜物質 那個藝術展品 和那個地方所產生的力量 即是你忽然間會多了很多聯想 嘩 政治是不是就是骯髒的東西 Exactly 是不是有很多廢話 充積住在裡面的事情 完全不同了 是的 那你擺在立法會旁邊 即是現在梁澤英 就是門口 很不同 你擺在禮登府 那件事是很不同的 那你現在那個展品的難度 這個就是我想說其中的東西 就是 那個Curator 是 所謂的拆展人 是 其實就是 比較少講這些東西的香港人 是 只是講人流 Curator 真的很重要 那這個有排鏡的 不是的 展品問題 是的 譬如今次我覺得Curator 對我來說有一個問題 譬如說 鴨仔很清晰 一隻擺在那裏 擺在哪裏 擺在哪裏地方 就擺在海運大廈外 那它已經有很多意思了 你的人看 你每個遊客也好 你香港人看 你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反過來 你說現在你在西九 你擺在那裏 其實它是一個概念才行 意思是我們就搞一些大型的 但其實沒有主題 即是這裏就擺一塊複雜 質 這裏就擺一塊魚豬 那裏就擺一塊 我們再看多次那張照片 如果我們拿走了一隻鴨仔 就這樣看 不要說很嚴謹的藝術評論 就這樣說 你自己個人 由心出發去想 你比較喜歡西九哪一塊催棄的東西 我其實有去的 我是比較喜歡Stonehenge 是 純粹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特別的意義 純粹是因為它所有人都可以進去跳 因為它彈彈一下 是大人、小孩 我真的去過 我突然間覺得 後來我都寫過那些文章 我都講過 其實我覺得你未來西九 如果真的想令到不同的香港人 它能夠進行 它能夠參與到 不只是腦袋參與到它 即是身心參與到它 因為我那天看的時候 不是只有小孩進去跳 大人、小孩、阿爸 個個都可以衝進去跳 還有我那天有限時間 因為很多人 那天是星期日 據聞是weekday 即是平日 你喜歡跳多久就可以 坐在旁邊就可以 我覺得我最有趣的事情 那小孩當然瘋了 大人都瘋了 好像那些西藏友 專業人社 他都進去瘋了 就是瘋了之後 他很開心 他很快樂 原來很簡單 藝術可以給予另一種體驗 那種體驗是 在那個環境裏面 他可以去玩 他可以解放自己 完了之後 你看到人的樣子是不同了 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藝術的另一種力量 所以我說 未必是一定要有這麼大型的字 但是 當我們在想西九未來的發展的時候 我除了一個草地 給大眾放狗之外 看一看書 曬日光浴之外 有沒有另外一些東西 能夠令到大眾 或者是家庭也好 你大人小孩也好 他可以親身去 我覺得那個感受 很重要 我想你剛才說的東西 是我自己去感受現代藝術裏面 其中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元素 就是自從有了社交網絡 社交媒體之後 大家對很多文化產業的作品 包括藝術文 包括電影 他要有某種程度的參與 是的 是的 就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鴨仔這麼厲害 我們怎麼去 justify 說鴨仔很厲害 就是被人洗版 是 而且很容易 是 是 是 那個是令到他 覺得他有一種參與感 而那種參與感 是令到他覺得 這東西厲害 是 是 所以譬如說 Stonehenge 那個催器的石群 就是 它可以參與 是 好了 但是我走到這裏 似乎我找到答案了 但是我還會想回頭 那隻乳豬你都能走進去的 是 你都能參與到的 是 你跟那個複雜物質就不同了 如果那個複雜物質 你參與到 可能又進入去 又有不同的感覺 又可能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那隻乳豬是否 就是 少了那種參與 所以 不是 一時乳豬有參與 也有 他跟Stonehenge的參與 有甚麼不同 為甚麼好像又沒有那麼厲害 我那天沒有進去乳豬裏面 我就不知道進去乳豬裏面 他們都說有得玩的 但是 首先我覺得Stonehenge 它是一個很大的 它是看到一個天 是很高的 它是會令你身心解放 是 是 你是跟那個 那個跳躍 因為它真的彈得很厲害 你就彈到周圍 小孩又飛來飛去 那你真的有一種 好像一種解放 我沒有進去乳豬裏面 但是據聞呢 為甚麼你不進去 反正你都去過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如果我會 我會進去的 我曾經想過 剛才說的 你不要像創作總監那樣 暈了 我都害怕的 因為真是焗的 因為多人 所以我那天都沒有進去 我們不是不想大家去 大家可以去的 不是 但是西九又說我們倒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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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現在真的曬的 是 很熱的 但是我剛才說的 概念先行 還是主題先行 我曾經想過 我和我朋友都可以 是 其實如果你全部都是 喂 中國式的 點心 語處評判 都可以的 自己和黑教 那個switch 你都可以的 如果你想想 這次西九 那個展覽 不是找那麼多藝術家 而是找很多廣州藝術家 每人吹氣吹一套點心 是的 挺好玩的 那就好玩很多 有蒸龍 它不是Storm Age 它也可以蒸龍的 那時候你和它那個接觸 又有另一種 對於我們本土文化的感受 這些solution 可能對藝術家來說 又未必是一個全面的答案 是的 不過我想我們嘗試 是 其實就是嘗試給大家去想想 其實這個所謂藝術 不是真的那麼深奧的東西 其實是你可以參與的東西 而我覺得今天Olivia 給了我三個答案 第一就是 鴨仔和幻彩榮香港 那個分別就是 提醒我們 藝術和商業的行為 有沒有觸動到你內心 就是那個關鍵點 而觸動你內心的那個人 叫做Curator 拆展人 往往就令到整件事 完全不同了 還有最後就是 你的參與程度 亦都令到你有多投入去那件事 所以我想如果我們去看藝術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是看這件事 因為拆展人 他是在做些什麼的呢 目的 他希望搞你內心的哪一部分呢 我知道你衝擊你才可以 是的 還有你是用什麼形式去參與呢 可能我們以後 起碼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看這件事 已經差很遠 甚至乎看表演藝術劇場作品 都可以這樣 都是的 其實一樣的 不過我有個建議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下一集 就找我們的創作總監來一起做 好啊 大家困一下 好 她叫Karen 我們下一集 藝術哲行 就找Karen來一起談 好啊 變成我們可以 她說被巴塞爾 迫暈 迫暈之後 可能醒來之後發現 原來藝術就是這樣 好嗎 我們下次再談 謝謝 拜拜 拜拜